这个展台就很简单 我们去看一下 想借S9 想借这台车的定价的话 个人估计40万级 卖38万多起 这车身尺寸其实蛮长的 大家注意看一个细节 就是它最后的拐角 车窗的拐角 基本上在后轮的轮媒边上了 所以说onebox这个带电 应该也是在想借S9上会采用 然后看一下车尾 斯泰拉奥特 星际汽车想借S9 这个屁股看着还是很有美系豪华的换 直接从这边转过这款再看 车窗其实蛮大的 从这个角度看一下 应该是平的 整个侧面是平的 没有像我们传统的有B柱有扑起 这个面应该都是平的 能开是米其林的大脚 然后车头这个灯大家就比较熟了吧 问借M9也是这个灯 然后前年其实跟字节S7和问借M9 都有一点相似 这也算家族化的一个设计 华为跟吉胡应该这么说 是采用的华为Inside这种设计 就搭载了昆仑现在新发布的那个平台 我现在想借就相当于是华为的自选车 叫车BU这边有我们鱼总裤子 整车的质感还是不错 类似方面现在是没有公布 未来定位是旗舰级的车车 因为车长5米多了 在这种状态下的话 你们觉得定价多少合适 我个人预估以同盟之行的定价策略来说的话 这台S940万级甚至50万级 M9的价格会略低一点 因为在中国市场轿车一般都比SUV便宜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想借S9的价格区间大家就可以猜一下了 来评论区抠一波想借S9的价格猜场 把我们换下一个展开